今天呢,是我最后一天在这个Krakow 然后我从那个宾馆出来,他还退了我十块钱 原来那十块钱真的是那个所谓的钥匙的那个储存费 然后那个大姐把那个我那个钱呢 放在一张那个塑料的一个小布袋里,还写着我的名字 我觉得在这个信息时代也还能看到这些人 用这种非常手工式的方法来就是说记载客户的这个信息 是非常的奇葩 因为我的名字写在本上的,我的预定是写在本上的 然后我的钱也是放在一个小袋里的 都不是电子的,因为他也不能刷卡,非常的搞笑 然后这边的话呢,就是这条河了 底下有很多的鹅 这个鹅很多呀,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油 昨晚的时候,夜游这条河 然后我还在这旁边呢,上了趟厕所 因为实在是找不到厕所 然后呢,这个鹅也很有意思 只要你过去之后,它就会油过来 因为它好像觉得你能喂它吃的 这边,这个是这边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这个鹅就向我那边游过来了,看到了吗 油的多好,你看人家那个,上身也不动 这是在看我吗,撤个头 咕咕咕 这边就是它的一个城堡 很漂亮吧 跟它合一张影,我就准备走,走了